三 二 一 开散 我们的口号是 前江小龙虾 后面前向 前江小龙虾许愿 绝对是中国大专院校中的一个另类 校门口这个种一百吨 高十五米的巨无霸小龙虾雕塑 让人敬畏 不过 小龙虾许愿的课程 总是充满诱惑 装的时候 今天装虾子 来 考试了是吧 油焖是三香 酸溶 清蒸 数十种小龙虾的做法 既是课程本身 又是课间的美食 下面的话我给大家说一下 如何吃这个虾子 牵着你的手 搂着你的腰 掀开你的红盖头 然后深情稳一口 大家闻到味道了吗 想不想吃 想 想不想 想 知道今天虾子什么价格吗 五十五亿级你们都不来 要记住味道 不能往这里吃 香啊 灶啊 吃碗煮泡泡啊 一个班三十名学生 将在这里学习三年 在于不断 古书练功讲究什么 叫人刀合一 人剑合一 当我们在练基本功的时候 应该叫人锅合一 第一口感要滑嫩 这些筷子出来全部成佗了 课程涵盖了烹饪 小龙虾养殖 市场营销等等 关于小龙虾的一切 好 吸引学生们的除了美食 还有这里近乎百分之百的 就业力 小龙虾作为国民网红美食 全国的线下门店数量 已经达到了近十四万家 是肯德基中国门店的二十三倍 专业人才缺口极大 在一线城市 烹虾是每个月的收入 最高能达到三万块钱 但丁大秦越来越怀疑 这个需要力气的专业 适不适合自己 但是这个锅就有五斤一斤 加上这个沙子就七八斤 这翻几下 跟你举一天的鸡子 差不多的感觉 原本丁大秦考上了 一所本科院校的体育专业 但是他放弃了 而是选择了小龙虾学院 这样的高职院校 文凭看似低了点 但丁大秦觉得 工作会更好找 丁大秦的理论课成绩 一直都是全班第一 可一旦到了实操课程 他就完全没了自信 我感觉 我感觉我弄不动他 弄不动 作为班里为数不多的女生 丁大秦说 他必须要拿到全优的成绩 才有可能让佣人单位相信 女生也可以做小龙虾大厨 就是不太好犯 天天努力肯定能达到 还有两天就是期末考试了 期末考试最难的项目是 油闷大厨 这也是丁大秦最担忧的项目 他要抓紧时间联系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说他要抓紧的 丁大肋竿 不加了 不加了 我盖子呢 第一步就做错了 菜籽油是生的还是熟的 熟的 那你为什么不炒熟大大炒的 现在的状态还是不太行呢 看你自己的虾子 看这个锅里边 什么东西多了 油多了 它有汤 三分之二的汤 三分之一的油 你现在正好翻过来 你果然做的是油门 这除了油都找不到汤了 你看你现在勾芡 稠不稠 你告诉我这叫汤 这叫羹 就像凉粉一样 直接撒下去了 你看自己看是不是 对于这种是很失败的 明天就要考试了 我估计你这个很担心 很担心 今晚对于目标 是考第一的丁大秦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感觉自己的技术不到位 全班都是精力针对手 在厨师这个行里边 本来对于女孩子 或者是女性的这种工作者 都不太友善 毕竟女孩子没有 男孩子的力气大 我不要觉得她的劳动力 特别的大 但是我要让她做的菜品 要精致 要美观 要符合餐饮的一个标准 丁大秦对第一名看得很重 执念的背后都有隐痛 大秦是留守儿童 在她五岁那年 父母从湖北石砚老家 去了广州打工 在丁大秦过往二十一年的人生中 她的家长永远是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的话 对我还挺好 丁大秦很清楚 考第一才能让她有机会 在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行业立足 这个第一 速度太慢 第二 标准不均 我都感觉我有点强动 考第一才能让她有机会 在大城市找到工作 留在大城市 才能和父母待在一起 是女人 这就是丁大秦全部的逻辑 和所有的压力 我妈呀 好难受 就是觉得自己做得更好办 我们学习小龙虾 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一直到今天 我们才是一个检验 龙虾烹饪技能期末考试 现在开始 游闷大虾 是浅江派小龙虾的头牌 考试要求在三十分钟内完成 丁大秦要全力以赴 永远争第一 不仅是为了要到大城市 找到好的工作 丁大秦此刻更是为了证明 在厨师这个行业 女性也不差 本次考试还有最后的三分钟 好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成 烤 烤官们要根据游闷大虾的色 香 味 汤汁 装盘等等 一一进行评分 这个 香料炒的时候 有点花苦 你这个汤汁 越往冬天里面 汤汁越不能抽 沁汁也是稍微重了一点 然后油少 别人为什么别人都能摆盘 但很明显 同学们今天的表现并不好 客人看的是不是舒服一点 摆好了 盐味不够 盐是百味之王 签子又不够 柔味道 虾头捡的又大 签子太厚了 冬天 温度一降下来 签子这么安静 这丁大琴吧 这丁大琴吧 丁大琴做的还可以 四个折 这个 这个汤汁啊 你看汤汁的多少 是不是 都还可以 你的成绩已经出来了 紧张吗 小组第一的话就是 丁大琴同学 对 丁大琴的游闷大侠 获得了最高分 他终于又考了一个第一 开心 开心 这让他觉得自己 距离爸妈所在的大城市 又进了一步 就是 第二呢 发表了一家后奖的第一名的感觉 你看 这是忌妒 发表了一家后奖的凤蔵 是不是忌妒 对对对 忌妒忌妒忌 太忌妒了 感谢我衬托出了你的好 马安 你来做什么 爸爸 你看我今儿 我今儿离在学校放假了 我没事念翻锅 手都起泡了 啥搞得啥 你走啥子起泡了呀 翻锅 我给你看一下 看这个锅看到没 裸的 不是裸的 是翻锅 拿这个梢子 然后它就哪出泡了 跟在伍迪拉出头似的 在学校我们都是用梢子炒菜的 我不是在炒菜 我是在反傻 你看 看 看 反傻 你看 啥 哎呀 会有点大 啥法的杖子 就是 就是要反傻练手劲嘛 会反傻的都会炒菜了知道不 这样子的呀 对呀 跟你做的事 你天上班不也累嘛 做啥不累 那时间啊 等我回一个了 做好吃的给你吃啊 还记得 还记得 书家给你煲的糖吧 还记得 还记得 好不好 妈 我们 我们快考试了 你踩我成绩咋样呀 你都 你都不踩踩我考的咋样 我来点成绩 你不发过来我看看 我只是小点成绩了 有没有发过来 第一哦 成绩好不好 好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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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考试结束 丁大晴和他的同学们每人做了一道菜 当时聚餐 这都是你们自己做的菜 你不喜欢吃自己的 你就吃别人的 也祝愿咱们同学 在明年的学习过程当中 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你们的技术越来越娴熟 而且到你们到就业的时候 能真正体现出了你们的价值 希望各位吃好喝好 新年快乐 好 小龙虾学院 百分之八十的学生 都是普通的农家子弟 他们大多没有让人羡慕的家庭背景 和教育经历 不过 时代的发展 需要的不仅仅是硕士生 博士生 也需要职业教育 培养出来的能工乔匠 这也正是中国政府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原因之一 给青年人更多的机会 最近还有这几年 小龙虾也是比较火爆的 所以说他选择这个专业 然后想让以后有个更好的出路 然后更好的自己 在十八九岁的青春年纪 这些与小龙虾过命运的年轻人 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以后呢我想去东北那边 然后可以的话 和我弟弟一起开个饭店 在这里把技术学好了 然后回去好好开一个店 我总要去城市都是成都 因为每日都好吃的也多 做龙虾烹饪师或者营养师 年薪过百万 世界共享 世界共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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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如果我们追求梦想 会很虚幻吗 我觉得不虚幻 因为每个人都会做梦 你自己希望以后你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想每个人都会思考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个秘密 不能告诉我 小时候的梦想是打篮球 是去NBA 当球星 平平淡淡的 但是就是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的 这管理就很好了 这就是我的梦想 因为我家人知道我要做这个手术 三十多万块钱 他们肯定会觉得这个数字超出他们想象能力 会说 那你就不要做手术了 然后我就一想 那我以后下班辈子都要过这样的生活吗 然后我就开始下班以后 在互联网上面做一些兼职 刚开始收入很少 就帮别人写篇稿子 或者做一些牌板就一两百块钱 到后来就像滚雪球一样 收入越来越多 一年半的时间我就斩够了那个手术费 手术费是三十万 你只要努力 那它就会有机会给到你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这么一个环境 就只看你付出的努力是有多少